姐姐槽点来袭,孟佳选人姐姐们回应太真实,这两人被狂吐槽,按理来说,每一档节目肯定都是会有一个垫底的人,这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,但是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会吐槽,就在于最新一期更新的选人环节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,原本有些姐姐们说要挑战一下自己,但是得知孟佳在选了《花样年华》这首歌之后,大部分姐姐的反应都是非常的真实,并且现实。 一开始气氛还是非常的融洽,结果一到孟佳选人的环节,到了选歌的这种紧要关头,大部分的姐姐其实早都已经了解了游戏的规则,明白了观众的喜好,对这种慢歌根本就不想尝试,所以才会出现有三轮都没有人选择孟佳队的情况,而当孟佳也表示自己不想当队长时,明明已经拿到了观众喜爱度的黄晓明,却又特意重复问了一遍,孟佳,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, 害怕孟佳会选到自己的蓝阴影,在孟佳选人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选择低头,甚至还直接玩起了手机。